大家好,我是话校教练,精确调飘 是指我们对调目有一定的要求 必须要精准的时候采取的一种调飘办法 第一步,我们是要加一个 重量大于浮飘浮力的这样的一个sinker 那么当我们把线组抛入水之后 我们会看到,如果千坠够重的话 那么浮飘会完全沉没于水中 这就表示呢,这个千坠的重量是够了 第二步,我们要测量水深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调整浮飘的位置 不断地向上调整水线的长度 直到线组抛入水中后 浮飘为已经露出木树 比如说一木,二木,或者三木 当然太多就不太合适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确定已经测量好水深了 可以说是精确地找到了水深 也完成了我们调飘的第二步,测水深 为了精准调木,我们说要 两个空沟离底,并且相对地接近水底来调飘 当我们测量好水深后 第三步,就要向下移动鼠标 移动多长的距离呢? 超过这个紫线长度10公分 推键20公分,30公分都可以 但是还是越接近水底越好 那么比如说紫线这么长 那么我们再额外地移动20公分左右 这个时候呢,我们将这枚确定水深的Rubber Stopper留在这里 接下来的就是修剪铅皮Sinker 铅过重我们可以多减一点 多次修剪后,等待浮飘尾的木树露出水面 达到我们提前设想的木树 比如说我们要设定到三木 那么现在浮飘尾露出水面的就应该是三木 这就是第四步 第五步,着底 常规呢,我们是挂上两个耳面 耳面团的大小,与我们正常钓鱼时的差不多 着底的时候需要向上移动鼠标 正常来讲,我们量出一个上钩紫线 短的纳针紫线的长度 测定水深的时候 会将一枚定位水深的Rubber Stopper留在这个图线上 那么我们就用这枚有定位功能的Stopper 从这里量出一个 较短的纳针 那么,我们大概是将浮飘推到这个位置 这就是一个上钩紫线线的长度 移动到位后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 快速的,粗略的一个找底 So,现在浮飘尾的木树 已经入了一木 并且呢,实现了调三钓一 那么我们呢,就可以根据钓鱼时的实际情况 上一或者下一浮飘 从而就可以实现一个精确的 浮飘调整 感谢观看